那么学习完request之后呢 我们知道request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的这样一个模块对不对 那获取完响应我们该干什么呀 还记得最开始那个爬虫流程吗 发送请求获取响应 响应有了之后干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从响应中提取数据呀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数据的提取方法这块内容 但在学这块内容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request的这所有内容 大家可能刚开始觉得学习的时候呢 内容特别多对吧 那其实我们在回头去看的时候呢 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获取请求 比如发送请求就是getURG传进去 那么得到一个响应 这个响应里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response的content 或者一个bys类型的数据 response的text呢 获取一个str类型的数据对吧 然后之后呢我们还可以 发送在header请求去模拟一下流暂器 如果useragent这一个参数不够 我们可以添加多添加一些参数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发送post的请求 就是request的post 把URG发进去完事了 传入post的请求体 传给data 然后呢使用代理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使用一个proxy这个参数来接收就可以了 也是个字典形式 字典键呢是协议 值呢是这样一个IP加端口 然后之后呢我们又学会了 如何去发送post的请求 使用session来做这个事情 对吧 那使用session来做的话呢 它能够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帮助我们实现 扣端和服务端的汇报保持 就是我们先使用session 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对方服务器呢 会把cookie呢保存在我们的session里面 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使用session 去请求另外一个地址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把之前前次的cookie呢给带上 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成功的去请求 那些必须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地址了 那么在中间呢可能有些小细节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URG减码的话呢 就是request.utility.unquote 能够进行URG减码 对吧 那添加超出参数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添加一个timemode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 数据提取方法这一部分内容 数据提取方法这一部分呢 一共分为下面这几块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基础知识 在基础知识证里面呢 我们会来学习这个 比如说数据系统的概念呀 数据的分类呀 那么学习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会学习复习智能表达室 以及json 然后这两块内容学习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来学习chapas 这个chapas是帮助我们从 网页中提取数据的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得知道 什么是数据提取 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呢 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从想象中提取我们想象的数据 对不对 那比如说左边这个地方呢 有这样一个网页 然后右边的是我们一个数据库 对吧 我们想要把网页上的数据呢 转化成一个对应的形式 然后最终呢 我们想要把它存在到数据库里面去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呀 这个URT纸呀 图片呀 还有这个发布日期呀 简介呀 这些内容全部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组成一个字典 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那最终的话呢 我们可以操作一下数据库 把这些数据呢 写到数据库里面去 对吧 那所以说数据提取呢 就是从任何响应中提取 我们想要的数据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数据提取 就非常简单 那么在爬送中呢 我们经常呢 把数据分为两类 一内呢 叫做结构化数据 一内呢 叫做非结构化数据 那么结构化数据的典型代表 就是Json 为什么说Json是结构化数据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到 检查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样一个 头条 头条 精神头条 在这个地方 我们调到Network这里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URL地址 我们调Focus这个 然后看它的响应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Json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点一下preview 能够预览一下 data里面呢 有些数据 我们去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每一条呢 应该是一个新闻 对不对 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 这个新闻呢 有这些内容 首先呢 这个URL地址 对吧 ID什么的 ImageUR MediaUR 还有一个标题 对吧 有这些字段 以及这些字段对的值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 第二条内容呢 这些字段 以及对的值呢 好像和前面这一个呢 是一样的 有发现吗 也是有这些字段 对不对 以及对的值不一样 那么可以想象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数据在JASN里面 其实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呢 是非常有规律的 这个结构是非常明显的 对不对 就是这些字段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种 JASN呢 叫做结构化数据 因为它的规律呢 非常明显 我们把这种规律 非常明显的数据呢 就叫做结构化数据 就是我们说的JASN 那么 常见的另外一种数据 是XML 等一下我们再说 这个XML这一块 那么对于结构化数据来说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有非常 简单的方式呢 能够把它转换成Python内型 比如说我们JASN呢 就是使用JASN nodes 就可以把它转换过去了 对不对 那么 除了这种结构化数据之外呢 还有一种内型数据 叫做非结构化数据 我们前面说 结构化数据是规律非常明显 结构非常清晰的 那么非结构化数据呢 对呢 就是规律不明显 结构呢 也不轻易的这种数据 比如说HTML 我们来看一下 在Elements里面 这是个HTML自副串 对不对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数据呢 在当前这个HTML里面 是不是都应该是有的呀 比如说 当前的这个地方 这样一个标题 是不是在这里的呀 这个表情比较有意思 对吧 这个播放次数的 这些都是有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什么呢 这个标题和这个播放次数 这藏的比较深 对不对 那么可以想象 另外一个这个新闻呢 它肯定也是在这里面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它藏在别的地方 对吧 大家总体来看 可以看起来 相比于前面的阶层而言 当前这个地方 这些数据呢 都藏起来了 对不对 都找起来不好找 所以说规律也不是特别明显 结构呢 也不是那么清晰 所以说呢 我们经常就把HTML的这种数据呢 叫做非结构化数据 那么对于HTML这种数据的话呢 我们处理方式呢 也是有前面几个处理方式 比如说正能表达式 对吧 我们前面也学过 那等一下呢 我们以后来复习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种XPAS这种数据 也是的 还有XPAS这种方法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呢 从HTML里面提取数据 那么刚刚呢 我们 说了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区别 现在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所谓的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都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看它的规律 明不明显 对不对 或者说出处理方法上面来讲 那么我们直接使用一个模块 就能够把解散这种数据呢 掌控着Python内型 非常简单 那么对HTML这种数据的话来说呢 我们可能得花一些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处理方式 从中去寻找我们想的数据 对吧 那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XML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里面是有一些内容的 首先大家看这个结构 看这个样子 是不是看起来和我们IQCM很像呀 也是尖块扩起来的 包括Store 包括Store结束 对不对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 是一块一块的内容 对吧 这是一块内容 对不对 这是另一块 另一块内容 这也是一块内容 对不对 是不是结构非常清晰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book下面 包含有title author year price 那这个book下面呢 也是包含有这些字段 看见了吗 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包含这些字段 大家可以看起来 它好像和我们的Json很像 那围的区别是什么呢 围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地方是用方块扩起来的 那么Json呢 就放一个大块里面在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个地方一个区别啊 那么其他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的结构呀 或者它的规律呀 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把XML二种数据呢 叫做结构化数据 那么在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关于XML的介绍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只需要先眼熟一下 关于XML这一块内容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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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